娱乐圈从不缺俊男靓女,但是有些男明星只是第一眼好看,越看越让人觉得奇怪。 1.胡一天,眼长,首先要说的是胡一天,早期的他,通过校园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走红,穿上校服,阳光清秀,精致且十分标准的五官,加上懵懂单纯的眼神,成就了胡一天校园男神的称号,还有他那令人羡慕的188身高,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,被广大女性网友称为是自己心目中的老公。 在亲爱的热爱的里面,胡一天扮演的吴白,同样令人印象深刻,双眼皮高鼻梁,再加一双大长腿,优势很明显,但是,胡一天穿上古装就暴露了他的短板,那就是,脸型太长,显得别扭,这点在绝代双胶里显而易见。 许多粉丝在看到穿着古装的胡一天时,都不敢相信这是他,确定不是导演请的替身吗? 本来靠着现代发型,完美了遮盖住了胡一天的长脸,和他那凹陷的太阳穴,但是谁都想不到把头发梳上去,胡一天竟然显得这么淡,因为男生的古装发型一般都是头顶梳一个辫子,可这恰恰就是将胡一天本就长的脸,在视觉上又给拉长了一点,虽然精致的发型让胡一天整个脑袋呈椭圆状,十分美观,但是,也那凹陷的太阳穴,恰恰有些过于显眼, 再加上胡一天本就单纯的眼神,所以就导致胡一天整个人看起来都十分淡板,随着时间的流逝,胡一天逐渐有了发塞的趋势,他的新具西花纸,专访中胡一天戴着头套,在八字刘海的衬托下,大长脸更加一目了然,在西花纸中,胡一天就让发型师为他打造了一款八字刘海的发型,而头上的辫子也是整体往后移了一点,可这样的发型也还是没能遮盖住胡一天脸上的缺点,反而显得颧骨十分突出, 让本就凹陷的太阳穴越陷越深,事实上,从西花纸开机到官宣,胡一天的扮相一直被吐槽,近日,该剧迎来了沙青,男女主生图流出,胡一天的眉毛出戏,双眼皮太宽,脸上皮太近显,看到他的最新造型后,有网友说撞脸,网红小吴,网友直呼趁早放弃古装吧,不然校园男神这个称号要不保了,二,陈哲远,鼻子大,嘴唇厚,无独有偶,陈哲远也出演过绝代双胶,他的颜值也有很大正义, 在偷偷藏不住中,陈哲远的少年感十足,像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,这与剧中的滤镜和人设有关,加上陈哲远的脸型小巧,上镜具有优势,但是,陈哲远的生图一经流出,让不少人对他失望,这还是印象中的帅哥们,鼻子的驼峰一高,就显得整张脸更加凹陷,实际上,陈哲远的五官并不精致,大鼻子后嘴唇,都很影响颜值, 这点在他生图中非常直观,虽然他被网友评为代报弟之一,但依旧不被许多人看好,网友们更是犀利点评,出演周思月的时候帅得逆天,但是现在怎么看怎么丑,又垮又肿,陈哲远的粉丝纷纷下场,捂住路人的嘴,但是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同的,有的人觉得帅就会觉得丑,希望大家接受审美的多元化, 三,邓维,下巴肩,脸形齐驱,同样被评选为代报弟的,还有邓维,电视剧《长相思》正在热播中,他在里面扮演温柔细心的涂山景,并因此七天涨粉近一百万,对于邓维的颜值,评论区两极分化严重,有人认为他很帅气,也有人觉得奇怪,就邓维的古装扮相而言,乍一看比较惊艳,大眼睛小脸蛋,轮廓分明,不可否认这是一张极具辨识度的脸,然而,在高清镜头下,邓维的山根粗,鼻翼宽, 并不美观,而且他的下巴尖,下半张脸略显崎岖,他的下巴太尖,尤其是在他笑的时候,尖下巴一下就显现出来,整个人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,或许他这样的形象以后颜反派会多一点,另外,当他大笑时,脸部表情僵硬,法令纹厚重,颜值有所下滑,脸上的褶子暴露得清清楚楚,眼周的细纹,更是让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十岁,看正面的时候,丝毫看不出来,但是他一低下头,就能清晰地看见,他的下颌骨, 像是被削了一样,那张脸像锥子一样,好似要把人戳死,被网友吐槽,这么一张脸,是怎么被票选成古装男神的,这不是活脱脱的钉字户,四,诚意,嘴秃,当初,一步流离,让诚意快速出圈,后面的沉香如泻,让他人气再次提升,在那两部剧中,诚意自带清冷的气质,被许多观众称赞古装耀眼,温润如玉的气质,那双寒情眼,显得整个人单纯而深情,圈了一大批眼粉,白发造型的诚意, 让人心碎,但是,白切黑的诚意,更加让人着迷,高挺的下巴,优越的脸庞,战损装,尤其让人为之痴狂,但实际上,诚意的短板明显,他很依赖装造,一旦脱离了古装设定的他,他的缺点暴露无疑,笑起来的时候,法令纹的深度,让他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张皮,装造师或许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在莲花楼中,诚意的缺点更是暴露的彻底, 秃嘴让他的脸在没有之前的精致,影响观感,被网友吐槽,丑得客观,诚意和肖顺瑶,一起去扫楼,为新剧做宣传,他的生涂宽大的下额角和秃嘴,对颜值和气质影响很大,刘雨宁,眼睛小,刘雨宁之前是靠在平台上唱歌,吸引了一大批粉丝,然后靠着粉丝的吹捧挤入演艺圈, 由于本身具备的软实力过硬,也就让人对他的外貌忽略不计,看起来还是帅的,客观地说,刘雨宁的脸部线条流畅,加上一双逆天的大长腿,以及清醒的性格,也能为他加分不少,所以,会有观众觉得他有魅力,长得帅气,但是单看颜值的话,刘雨宁并不突出,他的五官平平,小眼睛和微微凸起的嘴巴,经不住特写镜头的考验,无论是古装,还是现代装, 他给人感觉气质不强,脸不浮肿,不适合演偶像剧,在古装剧《一念观山》中的刘雨宁,本来已经够小的五官,造型师还为刘雨宁留下一大搓头发,显得这个人的五官更加拥挤,生涂之下的刘雨宁,眼睛下垂,眼周的细纹更显苍老,丝毫看不出是年轻小伙,反而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沧桑感,刘雨宁对自己的外貌似乎不甚在意,即便法令文突出,他说自己不靠这张脸吃饭,《一念观山》播出后,刘雨宁接受采访 他知道有些人吐槽他的长相,调侃道,那有什么办法能不丑,要不我去医美,我觉得也犯不上,但是角色塑造成功,可以让人忽略颜值,所以我觉得塑造角色最重要 六,王一博,脸肿,法令文厚重,作为当红顶流,王一博自带争议,歌手出道的王一博,早期时候清爽干练,身穿白色衬衫,活脱脱的校园男神,眉眼弯弯,笑起来还有笑胡的男生,很有感染力,少年感很强,加上会唱会跳, 也提升了人格魅力,不过,对于王一博的颜值,网友们看法不一,有人认为帅的客观,也有人认为需要挑角度和装发,其实,曾经的王一博,确实帅气,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颜值发生了变化,脸部浮肿,被部分网友称为发面馒头,而且他的法令文突出,增强了年龄感,明明年纪不大,却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,有有长发的王一博 粉丝形容他是洛阳贵公子,路人形容他是丑男非,王一博脸部线条轮廓,同时又很立体,清晰的下颌角,高挺的鼻梁,苹果肌饱满,颧骨也不塌陷,也不高耸,随着岁月的增长,他也渐显老气,眉眼下垂,脸不浮肿,丝毫看不出曾经的绝美容颜,曾经的笑胡,现在也成为尴尬的存在,曾经的校园男神,英俊帅气的脸庞也逐渐风雨,清晰的下颌线,渐渐被掩盖, 成为了大众的国字脸,让人无法相信曾经的帅哥走上了丑男路线,王一博从洛阳白牡丹变成了褶子男,当真是岁月不饶人啊,最近王一博参加各种活动宣传时,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有所消肿,但法令文依旧十分引入注目,七,张灵鹤,褶子多,凭借苍蓝绝,圈粉无数的张灵鹤, 他饰演的小陆仙君让无数少女为之痴狂,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男神,他的五官端正,浓眉大眼,天庭饱满,棱角分明,第一眼十分英俊,是大家心目中的浓炎系帅哥,肩宽头小,更是让整个人显得精致,不过,从张灵鹤的生图来看,他的皮肤松垮,与精修图有一定的区别,一旦脱离滤镜的张灵鹤,满脸沧桑,脸也不如剧中的抗打,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帅哥的模样,自己在平台直播中的面目更是猙獰, 笑起来,面部的褶子更加明显,鼻翼宽大,一做大动作,露出来的大牙也是毫无美感,最近,张灵鹤搭档景田,拍摄新剧《四海重名》就路透图而言,张灵鹤的褶子逐渐减少,墨偶纹和法令纹却拉垮了颜值,八,陈飞宇,嘴秃,口呼吸,阿瑟,在和张静怡的剧播出后,还是小火了,见眉心目,还有高挺的鼻梁,那双有故事的寒情眼,让人看了就会不自觉地沦陷进去,一头金发的陈飞宇, 更为其增添一份神秘的色彩,像是从城堡跑出来的王子,让不少网友表示刻花了眼,拥有少年气的男生永远热烈,然而陈飞宇的生图一经流出,脱离了聚光灯的美颜加持,陈飞宇的脸都大了一圈,沧桑的面庞,无神的双眼,让人丝毫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男神,当他的被垂塌房时的睡颜罩侧面图,更是将缺点展现得完整,嘴巴微凸,下额角不再锋利,这张图一出,战姐都手足无措,阿瑟,这可怎么救你? 五官聚拢,下额角方方正正,实在是惨,对于外貌,阿瑟的颜值忽上忽下,也许是有滤镜的加持,曾经的寒情眼也塌陷下来,显得没有精气神,看的时间越久越能感觉出阿瑟丑的独一份,人无完人。 每个人的相貌都不是完美的,离开了精修滤镜和特有的装造,这八位男星的颜值短板显而易见,就像刘雨宁说的,角色塑造成功是最重要的,希望这些明星能用心塑造角色,从而修补颜值的劣势,娱乐圈本就是一个鱼龙混杂之地。 颜值有高有低,高胖瘦应有尽有,所以想要在当今时代下的娱乐圈立足,演技才是根本,用心为观众呈现出好的作品才是长久之计,而不是通过出众的长相来抓住观众们的眼球。 那如果把颜值当作自己的立足之本,那就不要去怪网友们鸡蛋里面挑骨头。 肖战,杨杨是90后两大顶级严霸,而今年95后新生代陆续崛起,像是去年有星汉灿烂,吴磊,苍蓝爵,王鹤帝与张灵鹤, 今年热播的新诺宁成堂,陈兴旭,君子蒙宋威龙,以及徐凯,王一博,刘浩然,通通都是95后。 日前网络就评选95后最帅男星TOP10,王一博没钱时,张灵鹤第五,王鹤第第三,陈兴旭和吴磊真冠军。 TOP10,丁雨昕,丁雨昕不是传统的神眼美男,他不像徐凯,宋威龙是大家公认的帅哥, 但丁雨昕胜在角色塑造功力强,演技到位,追过她的剧的人就能感受到她的魅力。 丁雨昕2020年以传闻中的陈千千和赵露丝双双爆火,但后续的资源与发展,丁雨昕明显不如赵露丝。 很多人都觉得丁雨昕资源太虐了,陈千千后,丁雨昕只播了一部月光变奏曲,而同剧的赵露丝已经播了七部了。 不过丁雨昕似乎也不急着走流量路线,陈千千和月光变奏曲大家对她的演技普遍都是好评,不少网友都觉得她能靠演技站稳脚步。 丁雨昕接下来还有三部带播古装剧,其中比较受瞩目的是搭档杨超越的《七十吉祥》,这不是改编自《九路飞香》小说的大IP,和《苍蓝爵》,《狐妖小红娘》是一个制作团队,只要剧本不崩,主角演技不拉垮,应该有希望能爆火一波。 Top 9 陈哲远 陈哲远2021年以校园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篡起,之后她变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初恋男神。 陈哲远的少年气质特别强,气质干净,毫无攻击性,水汪汪的眼睛像小狗狗一样,眼神深情温柔,她的颜值真的蛮高的。 陈哲远也是近年很受看好的代报小生,她去年和沈岳合作《我的反派男友》,两人CP感就还不错,而她接下来也与赵露丝搭档了校园青春剧《偷偷藏不住》。 而近期传出,她和谭剑次主演的单改剧《烽火流金》有望空降播出, 陈哲远的古装扮相很好看呢。 TOP8 曾顺兮 曾顺兮是《九五后》里外形、演技都很不错的一位,她属于浓延系的长相,但不像吴磊、王鹤蒂那样攻击性强,反倒有点中犬大狗狗的特质,五官很精致,古装扮相也好看。 之前曾顺兮曾参演古装剧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,《嘉南传》评价都还不错。 去年年底,曾顺兮主演的现代剧《我可能遇到了救星》更在网络开出8.0的高分。 虽然还没有遇到一部让她大火的作品,但曾顺兮演技在线,路人远好。 2023年,曾顺兮还有古装剧《莲花楼》、《填耕记》代播,两部目测都品质在线,感觉能为曾顺兮拉抬一波人气。 TOP7,王俊凯,TFBOYS三小只都长得很好看呀。 王俊凯属于但颜兮长相,五官攻击性不强,但相当和谐,笑起来十分阳光,是比较温柔型的长相,观众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,但王俊凯完全没长歪,颜值从小就高。 近年王俊凯一直努力转型拍戏,2021上半年,王俊凯拍了悬疑剧《重生之门》,接着她又进医疗情感剧《非凡医者》剧组。 王俊凯挑剧本挑得很严谨,他是高人气的国民弟弟,但在演员这条路上,他似乎不想走流量路线,拍的剧都很有质感。 而且不止电视剧,王俊凯还有多部电影《七四九局》、《断桥》、《万里归途》等,都是大投资、大制作。 不过王俊凯也被认为是苏感偏弱的类型,可能也是因为王俊凯比较没有侵略感。 通常侵略性比较强的演员,苏感、性张力也会比较强。 加上王俊凯早早出道,很多人都是从小看着他长大,因此有的观众会很难对王俊凯产生遐想,一直把他当弟弟。 TOP6,陈飞宇 2000年出生的陈飞宇应该算是00后,他顶着大导演陈凯歌的儿子的标签出道,常常被说是靠霸,但近期大家也渐渐看到他的演技,主演了《江夜》、《天醒之路》两部古装剧,表现可缺可点,还挺自然的。 虽然陈飞宇的路人员没那么强,但作品质量还不错。 陈飞宇和罗芸汐主演的古装单改剧《浩一行》播出遥遥无期,因中国执行清朗行动大力抨击单改,所以目前所有单改剧都不知道能不能播,或是要被压很久才能播。 而陈飞宇目前正在拍摄青春情感剧《打火鸡与公主群》,根据近江作者Twantin的畅销作品改编,号称近江文学城的流量扛把子,因为是超级热门的IP, 所以从开拍就备受关注,有望成为陈飞宇接下来最有力的代表作。 Top 5 张灵鹤 张灵鹤2022以《苍蓝爵》撞火后就成为近期很受瞩目的新生代,他也是真的帅。 张灵鹤同样属于但言戏长相,眉眼温柔俊朗,而他的古装扮相也是真的好看。 张灵鹤可塑性强,他明明是188公分的大高个儿,但在《苍蓝爵》演起《长横仙君》却有种温柔、脆弱的感觉, 让人忍不住让人心疼。 而在古装剧《少女大人》以及戴波的《宁安如梦》、《云之雨》、张灵鹤演起《腹黑》、 心机深沉或是《花花公子》的角色时,同样也能驾驭。 最近只要张灵鹤有古装路透照曝光,底下留言几乎都在感叹他真的好帅。 Top 4 徐凯 徐凯的帅是大家公认的。 每次只要讨论九五后小生的颜值,徐凯几乎都会名列前茅。 徐凯就是很典型的浓烟系帅哥,他精致的五官在镜头前特别醒目,但又不像吴磊、王鹤帝、攻击性那么强。 而且,徐凯很适合拍古装剧呢。 徐凯2018年以新人之资出演宫斗剧《言喜攻略》就立刻爆红,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,从网红模特转型,但却被网友认为演技很不错,是有颜值,有演技的九五后新生代。 《言喜攻略》之后,徐凯又接连主演《招摇》、《烈火军校》,从前有做《灵剑山》,角色形象从温吞内敛的公子,变成臭拽嘴炮的小屁孩,展现超反差的演技。 而徐凯2021年一口气连拍了四部剧,从《上识》到《爱的二八定律》到《弥航昆仑》再接《雪英领主》,题材包含《宫廷全谋》,都会情感。 《民国探险》以及《武侠玄幻》,涉略非常广,他自出道以来资源就没有断过,虽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,但演技算是稳的。 相比古装,感觉徐凯穿上西装要更苏啊,有种都市精英的感觉,性章力很强。 特别是近期,徐凯和谭松韵在拍摄新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,徐凯要饰演霸道总裁。 目前徐凯被曝光的路透照都穿着西装,性章力蛮强的,很酥。 TOP3,王鹤蒂。 王鹤蒂自出道以来,也是公认的高颜值男星。 王鹤蒂浓眉大眼,五官精致,早在流星花园时,就有蛮多人注意到他的高颜值。 虽然中间一度阴郁龙口碑拉垮,但王鹤蒂仍是公认的帅哥。 去年《苍蓝爵》让王鹤蒂一息爆红,很多人都觉得王鹤蒂在《苍蓝爵》真的太好看。 该剧的造型师最大程度地放大了王鹤蒂五官的优点,凸显他的气场,即便是特写镜头,依旧帅得无法无天。 而王鹤蒂的时装也相当好看呢。 王鹤蒂在微博公开的一些写真都走霸总风,可以看出太优越的五官。 而在新剧《以爱为营》王鹤蒂化身冰山霸总,有种际遇的魅力。 不少网友也笑说,现在回头看《玉龙》,造型师能把这么帅的王鹤蒂变成古装丑男,也真的是天赋耶。 Top 2,陈兴旭。 1996年出生的陈兴旭,其实也是童兴出身,但不像吴磊那样有国民度。 他是到了东宫篡红后才被大家记住,眼活了腹黑深情的男主,让大家见识到他的演技。 角色塑造,功力极强,被认为是拥有高水准演技的年轻演员。 近日他主演的刑侦剧《真相》也备受肯定,他诠释的角色都鲜明有特点,台词功力极稳,代入感极强,真的厉害。 陈兴旭目前有一件清心,山河表里,星洛宁成堂三部库存,他的带播剧都有高人气。 民国爱情剧《一件清心》和单改剧《山河表里》皆万众瞩目,只要剧本不搞砸,肯定能让陈兴旭往上走。 而古装剧《星洛宁成堂》为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制作团队亲力打造,号称《香蜜沉浸浸如霜姐妹片》,这部剧去年确认要拍时就引起高度关注,小编好期待再看陈兴旭的古装。 Top一,吴磊,冠军是吴磊。 其实前三名的票数都蛮接近的,也都是大家公认的高颜值帅哥。 1999年生的吴磊是童星出身,虽然年轻却是演艺圈的大前辈,不过也因为童星的形象让他受到局限,长期摆脱不了狼牙榜、小飞流的标签,一直给人小小孩的印象。 但这几年飞快成长,在长歌行蜕变成男人的感觉更明显了。 演技也更上一层楼,过去吴磊总是给大家国民弟弟的印象,但自从长歌行后,大家发现吴磊长大了。 从青色男孩逐渐蜕变为成熟男人,这股熟男气质在心汉灿烂就更明显了。 满满的境遇野性荷尔蒙气息,眼神实在太会聊了。 前四名都是农言系帅哥爷。 农言系的帅哥上镜特别吃香,因为他们的五官锋利、精致,即便是与其他明星同况,也依旧抢眼,是那种不会被埋没的好看。 吴磊的五官也确实长得好,眉眼深邃,不孝时有高冷的感觉,笑起来又像阳光男孩,确实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